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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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來介紹 非常非常火熱的一款鞋子 到底有多火熱,我們看這個鞋盒 黑色的,但今天不是介紹Y3 今天介紹的這一款 非常狂的 我們來看 盒子上面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盒子 它一邊寫著我們的 Adidas Console 握手的這個圖案 聯名的圖案,跟這個 Adidas Performance的Logo 上面告訴我們寫什麼 Sneaker Exchange 就是今年Adidas Console 就是我們Adidas最高支線的鞋款 他們做的一個 叫做Sneaker Exchange 這個整個 2017年Adidas Console 所要帶來的這個系列 你有看到這個Sneaker Exchange 就代表著他們今年的 這個鞋款會有三方聯名 沒錯,就是三方 那三方,兩間的球鞋店鋪 然後跟Adidas做聯名 所以我們稱它為三方聯名 那小馬手上這一雙就是今年的 第一款 最熱門的鞋款 Ultra Boost的三方聯名鞋款 也是Ultra Boost第一雙的三方聯名 那我們來看 盒子標的部分 上面這邊也是這個 Adidas Console 這些圖案 那我們看到 它整個都是燙印上去的 質感真的是非常好 然後這個鞋盒也講一下 這個鞋盒黑色的 然後摸起來是有拋光處理 然後那個是摸起來質感 跟一般鞋盒不太一樣 質感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告訴我們是什麼 Ultra Boost SE 那的S 就是代表著 我們瑞典球鞋店鋪 Sneaker Staff 就是我們台灣人蠻熟悉的 S&S 這樣子大家應該就知道 Sneaker Staff And Social Status 那Social Status 就是我們美國的一個球鞋店鋪 那去年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們的聯名款 那今年一開始 二月份 就帶來跟Sneaker Staff 做聯名 那這款BY2911 那這雙的量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我們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來打開這個鞋盒 鞋盒打開看到 襯子呢 是全黑的 全黑的一個襯子 那我們可以看 裡面是比較透明圖案 外側是黑色的 那在黑色摸起來是光滑的 油面 黑色外面那一層是油面的 裡面這一層是比較粗糙的 這是襯子的部分 那這雙就是我們的 Ultra Booster 三方聯名球鞋款 小馬一打開 剛剛把它拿出來之後 就聞到一股非常濃的味道 真皮的味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聞一下這個鞋子 新鞋的味道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好像我家真的有養一頭牛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聯名款 它到底有多厲害 那我們先來講 小馬手上這一雙呢 是我們台灣的公司貨 那因為這一雙到底有多少呢 愛迪達直銀店是沒有發的 只有發在經銷商 那我們北中南 台北有發兩家 中部跟南部各一家 那每一家的話呢 大概15雙左右 所以全台灣發售大概不到50雙 我們就知道這一雙到底有多少 有多麼的困難可以拿到這個 那其他世界各國也差不多 都只發在經銷商 所以這一雙真的是能拿到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低 不過呢 為了開箱給你們 小馬也是想辦法弄到這一雙耶 那我們剛剛 已經說了 聞到這個牛皮的味道 所以它所有的細節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用真皮 而且是那種牛皮 資料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來給大家先看斜舌 斜舌兩邊 整塊 黑色部分 整塊 都是皮革 還有斜舌這一個 這邊右腳是SNS 然後左腳 Social status 的這個Logo 很酷 然後 它這邊也是真皮 非常厲害 然後我們來看它 內側 背面這邊 可以看到它這個 Adita console的握手圖案 也是皮的 非常好 這個後跟呢 也是真皮 牛皮的材質 所以當你在穿進去之後 你就會感受到你的後跟 是被包覆舒適的很好 那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一雙最厲害的是什麼 是在它的支撐架 你看它支撐架 我們都知道只要這個 Ultra Boost的支撐架 這三槓呢 是用這個 真皮的話 它都會有這個 小吊牌 上面寫著 Rio Ladder 那這一次呢 是用什麼 它是反毛皮 就是脊皮 皮革的那種背面那一塊 所以它這 支撐架是脊皮 非常非常的酷喔 然後摸起來 是真的就是 摸一摸 雞皮嘛 會有那種 摸 那種角度不同 會有不同的面 真的是 也算是非常非常厲害 目前好像只有 Ultra Boost的這一款 是搭配著這種 雞皮的支撐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整個 鞋子的編織面 它這一次的編織面還蠻特別的 就是 算是這一雙的 獨有的整個編織面 它不是3.0 也不是2.0 也不是1.0 它就是這樣子 一塊 一塊 一塊的色階 這個 前面是黑灰白 三色的編織 然後後面加是白色的編織 然後再過來 又是黑灰白的編織 然後整個真的是很酷 然後這後跟 有這樣子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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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鞋子上來的 這個跟那個 我們Rinning Champs 的這個聯名款一樣 後背都是有這一塊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在鞋子前緣 鞋子前緣 這塊黑色的TPU接合 那這塊TPU接合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其實我們 今年 2017年 蠻多的鞋款 不管是Ultra Boost 還是Pure Boost的利居 都是有做這個TPU貼合 主要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有穿過 Ultra Boost之前的 如果你是買淺色系的朋友 就知道 這一邊 鞋子前緣 最容易髒 最容易卡灰塵 不管你是鞋子在外面 穿髒 還是你的襪子裡面有 腳踩在地上嗎 襪子一定會髒 所以你再穿進去之後 最容易積灰塵的地方 就是在鞋子這一塊 裡面外面都一樣 而且這一塊是 最難做清潔的 所以呢 這個Adidas呢 也非常非常的好心 知道我們這個困擾 你們鞋子前緣髒了 難清理 也會變得不好看 所以它直接幫你們做TPU的貼合 這整個不會髒 然後TPU還可以有小防潑水 你就不用去擔心你的鞋子前緣 Adidas已經幫你做好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心啊 那這一雙好看的地方還有什麼 它的鞋墊 這個鞋墊也要介紹一下 白色的鞋墊 然後呢 這個上面那個白色鞋墊呢 它是貼皮革的 所以呢 踩起來 絕對是舒適柔軟 整雙的細節 基本上都是跟皮離不開關係 右腳的Logo Adidas SNS 就是Sneak Star 好 這是我們右腳 這是我們左腳 Adidas Social Star 然後我們仔細看一下這鞋子前面喔 都有這些 Console的握手圖案有沒有 白色的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鞋帶 鞋帶它本身一開始鞋子附贈的是全黑的鞋帶 然後是屬於比較平頭式的 然後它的這個鞋帶 底端 它是有一個鐵 它這個是鐵喔 不是那種膠帶貼的喔 然後它這個鐵 然後上面有這個 一左一右啦 Sneaker Stuff跟這個 Social Studies的這個名字 那個印在上面 非常的 細節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個 它還有再附一組鞋帶 那這組鞋帶是 我們看到它是一個反光鞋帶 然後它一樣呢 一樣呢 在底端它也有這個 Social Studies的 字樣 還有這個Sneaker Stuff 不過這個就是用 膠帶黏貼的啦 所以它本身附贈的鞋帶 比較高端一點 是這種鐵質的 非常的厲害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石川的部分 這一雙 那我們來石川 這一雙三方聯名 Ultra Booster Sneaker Stuff Social Studies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它這一款 Ultra Booster 它的整個這個Shift 它其實這一塊呢 跟這一塊 從後跟到這個前跟 它整個型是 比較高的 比一般的 Ultra Booster 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後跟 它整個Shift 做得比較高 但其實它的版型呢 小馬穿圓尺碼 覺得還蠻舒適的 所以這雙我還是建議大家 其實圓尺碼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石川 看看它整個感覺 然後跟 這整個三方聯名 鞋子的帥氣度真的是 沒問題 我們來看 整個這個感覺 鞋子處處都是細節 從鞋帶 然後到這個 鞋子的支撐架 還有鞋子後跟 都有這種細節藏在裡面 如果你們喜歡小馬今天介紹這一雙 Ultra Booster 今年第一款 三方聯名 聯名款 非常厲害的一雙鞋子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在右上角點一個喜歡的按鈕 看到小馬上方是什麼了吧 Y3 PureBoost DG 下一雙我們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更火燙的鞋款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我們右上角點一個喜歡的按鈕 我們下次見 我是小馬